一星期一本书 如果你已经忙完了一天的工作 已经洗漱完毕 那么 躺在床上寻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 来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吧 聪明女人 婚后从来不碰三件事 幸福的婚姻 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努力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因此 婚后生活 离不开双方的相互理解与包容 男人要有责任心 要在婚姻中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要学会疼爱自己的妻子 女人 则要学会理解与尊重 要能给予男人更多的信任与支持 对于聪明的女人而言 婚后有三件事 是他们绝对不会去碰触的 一 动不动就贬低她 男人有缺点 你可以认真地和她交流 严肃地向她提出 但千万不要动不动就贬低她 要注意说话的方式 不要只顾自己说得爽快 就无所顾忌 什么狠话重话都说得出来 人都是要面子的 将心比心 如果男人当着你的面 对你的缺点一顿数落 你一定也会非常不开心 甚至有时候 原本你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但她这种一点面子都不给的做法 最终只会激起你的反感 男人也一样 也会对你不留情面的数落和贬低 感到厌恶和反感 如果你愿意心平气和 好好对她讲 她也不见得就是不讲道理的 没准说着说着 她还会打开心扉 将那些原本 根本没有打算告诉你的心里话 都讲出来 这样夫妻之间 就有了有效的沟通 婚姻中的隔阂 就会少很多 但如果你恶语伤人 她非但会抗拒剖析自己的问题 更会觉得 你就是个不会善解人意 不懂体谅别人 只知道整天哇哇叫的凶女人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夫妻而言 生活中 从来不缺恶言恶语 却极度缺乏应有的赞美和鼓励 不要总是否定她 试着去发现她的优点 给予足够的赞美和肯定 也不要因为她的某些不足 而去贬损她 因为这样做 只会适得其反 二 当面批评她的父母 如果有人当着你的面 说你父母的不是 即便他说的八九不离十 但是你的心里 多少还是会不舒服吧 就像当父母的 总会替孩子护短 身为子女的我们 其实也会下意识地 偏袒自己的父母 所以 倘若你在公婆那里受了委屈 有什么不满 千万不要在老公面前 对她的父母一顿狠批 或许你会觉得 她是你的老公 没什么不可以讲的 她不帮你帮谁 她确实是你的老公 但也是 她父母的宝贝儿子 你是否想过 当你这样毫不留情地 批评她父母的时候 其实会给她造成一种 你对他们一家人 都有意见的错觉 毕竟 她就是那对 被你批评的父母 带出来的孩子 所以聪明的女人 绝不会在丈夫面前 直接批评自己的公婆 而是习惯用一种 婉转 却又有效的方法 向丈夫传达 自己内心的诉求 比如 同样是觉得 公婆教育孩子的方式 过时了 有些人会直接对丈夫说 公婆老土 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直接是苟直接了 表达得很清楚明了 但这么一说 丈夫八成是要生气的 聪明的女人 则会换个角度讲 她们不会直接说 公婆的方法有问题 而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直接说 孩子缺什么 需要什么 那样做 有什么好处 这样一来 既没有批评 对方的父母 又说得有理有据 听起来 也是处处在为孩子着想 丈夫就很能听进去 拿捏好分寸 掌握好技巧 很多时候 就可以做到 事半功倍 会不会说话 真的很重要 三 一吵架 就提离婚 对于有些女人而言 吵架提离婚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即便她们根本就没有想要离婚 但还是会在 一遇到争吵的时候 就不假思索地 甩出离婚两个字 或许女人会觉得 自己无非就是在气头上 提离婚 只不过是想震慑一下老公 叫她有危机感 从而更加懂得珍惜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这种不以为然 在丈夫的心里 早就慢慢从失望 累积成了绝望 一次又一次地被离婚 让丈夫觉得 妻子对于婚姻太过儿戏 婚姻中 吵架总是难免的 但一吵架就提离婚 给人的感觉就是 妻子对于眼下的婚姻 根本就是抱着一种 无所谓的态度 在男人心里 离婚两个字 是很有分量的 就像当年她的求婚 一句嫁给我吧 至少在当时看来 是已经做好了 要结婚的准备的 不然 她肯定不会轻易说出口 所以 当她听到离婚两个字的时候 难免会感到失望和生气 毕竟 如此重要的事情 竟可以这么不假思索地 随便讲出来 换谁心里都不是滋味 所以不要因为自己生气 就拿离婚去恐吓自己的老公 起初 她可能真的会被你吓到 但久而久之 她只会对你的行为 感到越来越厌恶 对你们的婚姻 感到越来越绝望 离婚不是儿戏 不要拿她来赌气 很多婚姻出现问题 并不是因为感情出现了变故 而是夫妻双方 根本不懂得相处之道 婚姻容不得任何人随意任性 她需要夫妻双方的 共同呵护 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 那些婚姻中不该碰触的禁忌 千万不要碰 好了 今晚的分享 就是这样 感谢收听 每个姑娘 在年少的时候 都会憧憬着两个人的生活 相亲相爱 相濡以沫 但是真正进入婚姻里 发现现实和想象 相差太远 恋爱中 彼此都是努力展示 自己最好的一面 而进入婚姻 却不停地暴露彼此的缺点 有些夫妻 吵着 闹着 磨合着 到后来 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也找到了合适的相处方式 可是也有一些夫妻 吵着吵着 就散了 其实两个人相处 一定要把握好度 哪些事是完全不能碰的 一定要知道 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点赞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喜欢我的声音 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 搜索今晚九点半FM 大写的FM 关注我 每天晚上睡前 听闻倩为你读书 我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晚安 该说的别说了 你懂的 你懂的就够了 真的有某一种悲哀 我最大的遗憾 是你的遗憾 我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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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想念 你就那么近 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 原来我很快乐 原来我很快乐 只是不愿承认 在我怀疑世界时 你给过我答案 我最大的遗憾 是你的遗憾 是你的遗憾 与我有关 没有句点 已经很完美了 何必误悔故事 没说完 还能做什么呢 我连深感都是奢侈的 我一想念 你就那么近 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 原来我很快乐 原来我很快乐 只是不愿承认 在我怀疑世界时 你给过我答案 我感觉到幸福 是看见你幸福 是看见你幸福 我感觉到你都不愿承认 我感觉到你会不会去的远方 我感觉到你会不会去的远方 我感觉到你会不会去的远方